每年三月第四月初期时 就是范蜜花选拐的规则 说到范蜜花 好不容易一属五三岛的两公里外范蜜花大得 也是牵手范蜜花最好的景点 老公社会绿拐建设非常纵观美丽 也只得欠到贵楼的民众停下来收贵 不过目前贵旗已经接近买什么 民众如果要来牵手范蜜花就来探早 这个范蜜花选拐的美金 就是在范蜜花的15号道路上 这段两公里外的道路 每逢范蜜花的回忌 总是会借他们的民众来这收贵的选拐 我们范蜜花15号山 这个道路面上 差不多两三公里长的木棉花道 现在正式赏花的期间 很多乡亲甚至外的好朋友 都在做回头回来在选拐 在那观赏我们这个木棉花 盛开的这一个美好的景象 事实上也对这个 我们大家也有疗愈的作用 当然旁边在这里也呼吁 我们在观赏这个美景的时候 要特别这个交通流量 以及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 分15号道路是好买到塞里的任务药道 这堂木棉花道 大家有在建一千丈的木棉花 少量专来判斥 所以木棉花幸福的时候 竟是非常重关美 这段路统统差不多有两三公里长 种植的这个木棉花树将近有一千多棵 所以树大就是美 所以看起来其实非常有疗愈的效果 也是美景之一 这一个晚上 因为台湾定位的时候 我们还有做灯光的装置艺术 这个美景在晚上看起来更是漂亮 所以欢迎所有的乡亲 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观赏 不仅仅是漂亮的 晚上也很漂亮 因为一顺五山道路是交通压道 所以车流量很多 民众在这里收费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而且因为木棉花期已经接近买车 民众想要来看火要饭了时间 记者的一面为 蔡王博德